你的言語 在我上台 何等今晚 在我口中 秘密更淺 今天和大家說 《列王記》第四章 伊莉莎的門徒 一個死了 留下孤兒寡婦 那個寡婦就說 我沒有錢了 怎麼辦呢 伊莉莎就幫她解決問題 另外一個婦人 沒有十元仔 接待伊莉莎 伊莉莎就問她需要什麼 她說我需要一個十元仔 伊莉莎就為她祈禱 希望上帝也賜給她一個十元仔 我們現在來做個祈禱 天父當我們 或者沒有錢 或者沒有後人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其實每一件事 我們都向你祈禱 無論大事 世事 只要我們很誠心地 到你面前來討告的時候 你是全能的神 你一定可以幫我們解決一切困難 多謝你 聽我們祈禱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門 《列王記下》 第四章 伊莉莎幫助窮寡婦 有個先知門徒的妻子 哀求伊莉莎說 你的仆人 我丈夫死了 她敬畏耶穌華 是你所知道的 現在有債主來 要帶走我的兩個孩子 給她作奴隸 伊莉莎對她說 我可以為你做什麼呢 告訴我 你家裡有什麼 她說 被女家中 除了一瓶油之外 什麼也沒有 伊莉莎說 你到外面 去向所有的輪舍借器名 要空的器名 不要小借 然後你回家 關上門 你和你兒子 在裡面把油 倒在所有的器名裡 倒滿了 就放在一邊 於是婦人離開 伊莉莎去了 她關上門 把自己和兒子 關在家裡 他們把器名拿給她 她就倒入 器名都滿了 她對兒子說 再給我拿器名來 兒子對她說 沒有器名了 油就止住了 婦人去告訴神人 神人說 你去賣了油還債 你和你兩個兒子 可以靠著所盛的過活 書念婦人 接待伊莉莎 一日 伊莉莎經過書念 在那裡 有一個富有的婦人 強留她吃飯 此後 伊莉莎每次經過 就轉到那裡去吃飯 夫人對丈夫說 看呀 我知道那常從 我們這女經過的 是神聖的神人 我們可以為她 蓋一間有長的小角樓 裡面安放床塔 桌子 椅子 登台 每當她來到我們這女 就可以住在那裡 一日 伊莉莎來到那裡 轉進那角樓 躺我在那裡 伊莉莎吩咐伯人 基哈西說 你叫者書念婦人來 她把婦人叫了來 婦人就站在伊莉莎面前 伊莉莎吩咐伯人說 你對她說 漢娜 你為我們廢了許多心思 我可以為你做什麼呢? 我可以為你向王 挖元帥求什麼呢? 她說 我已住在自己百姓之中 伊莉莎說 究竟可以為她做什麼呢? 基哈西說 她真的沒有兒子 她丈夫也露了 伊莉莎說 叫她回來 於是 她叫了她來 她就站在門口 伊莉莎說 明年這時候 你必抱一個兒子 她說 神人我主啊 不要這樣欺控婢侶 婦人果然懷孕 到了明年那時候 新了一個兒子 正如伊莉莎向她所說的 第一個重點 就是伊莉莎的門徒 其中的門徒死了之後 寡婦很窮 就來求伊莉莎 伊莉莎跟她說 你家裡有什麼呢? 她說一瓶油 她就跟她說 你回去跟隔離輪舍 借多些空氣冥 然後呢 關上門 然後用你的那瓶油 就堵落在氣冥裡面 結果呢 就行了一件大的神跡 第二個重點 伊莉莎 去到書念這個地方 有一個婦人見到她 哇 這個是聖結的神人 就跟她說 你來我家裡住吧 結果她就在家裡 故意搭了一間樓房給她住 哇 又款待她 請她吃東西 供養她 伊莉莎見到她這麼好 她就問她 究竟有什麼需要呢? 原來這個婦人沒有十元仔 所以伊莉莎先師為祈禱 求天父 又說上帝 賜給這個婦人一個十元仔 結果呢 上帝聽祈禱 就賜給這個婦人一個小朋友 伊莉莎跟婦人說 你家裡有什麼呢? 她說只有一瓶油 伊莉莎跟她說 你盡量和隔壁倫舍 借多些器皿來 越多越好 這個地方給我們看到 當她借完之後 這些油倒 那個瓶倒到器皿裡面 倒極都還有 到最後呢 起碼沒有的時候 油就自住 這個時候 這個地方給我們看到 我們對神應該有大的信心 有個大的容量 當我們的心容量有多大的時候 神的油 油代表聖靈 神的聖靈充滿我們 就越能夠充滿得越多越多 又可以想到神的因爹人多到不得了 當我們的信心有大的信心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領受上帝很大的恩典 臨到我們的身上 容之不盡 隨之不決 以麗莎先知去到書念的地方 有書念的婦人 看到她 就本代她 她看出她是一個聖結的神人 我在這個地方 就思想一個問題 為何以麗莎 她的態度 她的一舉一動 被這個書念士人 書念婦人看到她是一個聖結的神人 她一定有一種的特質 所以我都鼓勵所有基督徒 在我們的生活行為裏面 被人看到我們好像與別不同 能夠見到我們好像耶穌那樣 有特別的氣質 好像聖結的人一樣 這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好好做一個基督徒 榮耀上帝 今集背眾的金句是 婦人對丈夫說 看呀 我知道那常從我們這裏經過的 是神聖的神人 聶王記下四章九節 這樣請問 我們有很多信用的 都會被努力 在那個信用的